龙兽菩萨讲的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 称名自归 如是就是本来如此的意思 就说你只要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自然的能够归入阿弥陀佛的本愿海里面 他不用其他任何的造作的 就是一个念佛人 就算他什么都不知道也好 阿弥陀佛都会出现来互念着他 因为这是一个真理 事实 阿弥陀佛的本愿 本来如此的 那昨天我们是学习到龙兽菩萨 给我们提出可以说这个惊人的法门 那就是称名号 就是念佛 就是说要成佛 要成就 要得到利益 不用说是苦行苦修的 菩萨说只要张开嘴巴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就称名号 所以这样子的真相可以说相当惊人的 所以龙兽菩萨说这是一个容易的法门 想要异心平异心道 那这是当然的 因为张开嘴巴谁不会念呢 所以念佛就是一个容易的法门 现在人有些是看不起佛号 他会狡辩说这个念佛就好像叫人家的名字一样 念南无阿弥陀佛像叫人家的名一样 那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那就搞错了 我们以为说我们念佛的名跟念你的名是一样的吗 各位 我们叫人家是真有钱 结果裤带是两手空空的 你叫真漂亮 那脸上也不一定长得真漂亮 所以有人说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那恐怕也是没有光的 那这就是糊涂鬼才会讲的话 他把自己的名跟阿弥陀佛的名当作是一样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 有时候有些人的名就是有不一样的含义 那更何况是佛的名呢 好像我们这里常常有一些特别的共修 比如说佛义或者念佛超见的都需要报名 如果今天有一个名字写着李显荣 那你们会不会特别注意呢 哎呀 你们当然会特别注意的 这李显荣总理要来念佛了 虽然说还没有看到总理人 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在表格里面 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 黄小花 李小明的名没有人注意 没有感觉 但是李显荣的名字一打出来就很有感觉了 在瞎的人也会特别注意到 这就讲到有时候世间有些人的名字 他就带来不一样的意义 有地位的人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连这个世间的名人 他的名字都有这样子的力量 那更何况是南无阿弥陀佛 佛宗之王的名字呢 我们凡夫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才看不出来 好像有些人如果不认识李显荣的话 他也不会有感觉的 像以前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 看到李显荣的名都不知道是谁 都没有感觉 因为都不认识嘛 凡夫对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感觉没有什么 感觉同样道理也是一样的 讲好听叫做不认识 讲不好听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痴了 没有五戒十善 没有六度万行 没有慈奏放生 什么都没有修 就这样子念佛可以成就吗 那这样子就是没有智慧了 所以龙树菩萨就首先告诉我们佛名号的利益 我先来快速的读一遍 菩萨说若人欲己智 不退转地者 应以恭敬心 只此称名号 文是佛名能信受者 即不退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称其名号即得不退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人闻名者即得不退转 其有称名者即得不退转 其有闻名者即得不退转 文明得不退 世故其手里 国土圣心尽 文明定作佛 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称名自规 即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你看这个从龙树菩萨这几段的法语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这个佛的名号 它跟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佛的名它就是有功德利益 而我们凡夫的名是没有的 这是当然的 不要讲那是普通人的名 应该我们讲的 是一件总统总理的名字 它都比不上佛号的 你看总理李显龙的名字 虽然有地位有力量 人家看到他的名会尊敬 但是最有力量的 还是南无阿弥陀佛佛陀的名号 我们想想看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阎罗王的话 你是念李显龙有效 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效呢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佛的名号它就是不一样 龙树菩萨在这里提到很多 你看凡是你听到佛号的 就是有功德利益 在经典里面曾经就记载 曾经有一个国王 他就问了佛门的出家人 这个国王就问 就是说佛门里面讲 一个人一辈子天天造恶 贪生痴 甚至讲的无逆食恶 什么坏事都做完了 做到一百岁 活到一百岁 做恶造到一百岁 但是等到他快要过世的时候 最后他念佛 这样他不但不会堕落 反而能够到好的地方去 那这样子的佛法 这位国王说我不能相信 他不能相信 有这么便宜的事 有这么好的事 释迦摩尼佛这位弟子就说了 怎么说会没有道理呢 如果说今天一颗小石头丢到水里面 当然这个小石头会沉到海里面去的 但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大船 载着这些石头的话 那石头虽然很多 但是这些石头也能够过海 因为现在是有船的力量 这是说明说一个造恶的人 虽然说他的恶业很多 那如果说他没有念佛的话 当然就像那个刚才说的小石头一样 丢到河里面就沉下去了 但是如果说他念佛了 就等于说有阿弥陀佛的大怨传 在下面给他载住我们的恶业 当然不会受到这些果报的伤害 就能够得生净土 恶业多也能够超生净土 就因为念佛 有阿弥陀佛的大怨传 所以念佛的本身就是等于说 我们上了阿弥陀佛的大怨传了 看龙树菩萨讲的 沉传者乐 英光大师说的 有船就载住我们的业力 所以这种我们讲坐船的念佛法门 是最安乐的 因为一切对阿弥陀佛给我们解决 所以从这位国王和出家人的问答 可以让我们解决有些人的疑惑 我们有些人就是跟这个国王一样的 哎呀师父啊 我的业障身重啊 恶业这么多 怎么念佛就可以呢 当然如果说你单单看到这个恶业 没有看到佛利加石 你就会怀疑 就好像看到很多的石头啊 但是你没有看到大船 当然你不相信啊 这些石头能够过海的 但是现在你看这个龙树菩萨 还有故事里的这位出家人所讲的 提出念佛就是坐船 有阿弥陀佛的大愿传在 那当然恶业也不成障碍了 我们过去的业里也不会障碍了 我们也能够相信得了了 所以这是念佛的殊胜 那龙树菩萨呢 其实在讲这个异形品 给我们介绍南无阿弥陀佛之前 首先呢 他是讲到佛名号的利益 先讲到十方佛土佛名号的利益 因为如果说一开始 在龙树菩萨的那个环境 直接介绍阿弥陀佛的话 这样或许他的力量还不够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当时龙树菩萨在那个时代 他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 他当时是在印度 大乘佛法刚刚起来 小秤修行人非常的多 那小秤的修行人有几个特色 就是第一个他们讲究苦行苦修的 很少提到念佛的 第二呢 小秤人是不相信其他世界的佛陀的 他们只相信释迦牟尼佛 不相信有阿弥陀佛其他的佛的 在龙树菩萨提出念佛以后 再给大家讲 其实这样子的念佛法门 是任何世界佛陀都有的 东方也有 西方也有 北方也有 南方也有 就给那个时代的人知道 念佛不是单单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牟尼佛介绍的 它是一个很流行的法门 所有世界通通都有的 好像我们有些人卖东西 就是这样子介绍我们的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 卖给我们一个新的产品 可能卖了一个不用充电的手机电话 我们现在手机是需要充电的 但是它的新产品是不用充电的 那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没有看过的产品 那我们一般人对这样子的新产品 就会感到很怀疑 我们的要充电 为什么你的不用充电呢 那你这样子的电话 是不是说有什么危险性呢 那这个卖东西的人 为了让我们这些买东西的人 要有信心 所以就开始讲了 其实这个产品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在美国也有 在英国也有 在台湾也有 在中国也有 就给我们举出 世界各地好像都有人在用 最好外星人也在用 那我们一听就有信心了 这个新产品不用充电的手机 大概是安全的 很多人都在用 那龙树菩萨 他一开始介绍很多世界的佛号也是这样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念佛 只知道这个修行 所以先给大家说说 念佛这个产品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 是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通通都有 各个地方都有 就是讲真的 就像刚才所讲的 这个卖产品的人一样 大家对这个新产品 他没有信心 所以给大家讲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很普遍的法门 它不算是新的 我们现在其实 跟龙树菩萨那个时代 也有点像的 有些人听到念佛 就说 哎呀 只有张开嘴巴念出去拿 阿弥陀佛到底行不行的 佛法都不是讲这些苦行苦修的吗 但是菩萨讲了 念佛不是我们说佛世界而已 是其他世界都很流行的 哎 那我们一听就比较安心了 人都是担心他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他担心的话他就要先看看别人 就喜欢跟风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用了他就担心 但是看到这么多人都有的话呢 他就比较放心了 那现在龙树菩萨说 既然每一个世界都有念佛 那我们这个念佛就是如法的 释迦佛不会骗人的 不可能说你每一个世界的佛都在骗人 而且骗到每一个世界去 那这样子的可能性就太少了 而且佛也不会骗人 所以龙树菩萨在先介绍 其他世界的佛号就是这样 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佛号有大利益 不是跟世界一般人的名字一样 念佛是可行的 是每一个世界都有念佛的 就让我们对念佛先放心 但是介绍完了是不是结束呢 不是的 因为龙树菩萨他心里有一个他想要介绍的 就像刚才说讲的卖东西的人一样 介绍了美国 英国 泰国 印尼等等的 他也不是说真的要我们飞到那个地方去买那些东西的 他讲了这么多 其实心里一早就有一个东西想要卖我们的 他介绍其他的国家只是一个方便铺垫 好让他最后可以介绍他这个新产品来卖给我们 龙树菩萨也是一样 虽然说每个世界的佛号都有功德 但是根本上来说 他是推出南无阿弥陀佛的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根本大愿本愿 也是龙树菩萨自己选择所念的 这些只是为了铺垫介绍阿弥陀佛而已 我来读一遍 菩萨就讲的 也就是说你看每一世界的尊佛都有自己的佛号 但是每一尊佛都是在赞叹阿弥陀佛的本愿的 这就很明显 阿弥陀佛是所有佛陀的根本 因为他得到十方诸佛的赞叹和宣传 所以对我们来说 阿弥陀佛这尊佛它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每一个世界的人都长得不一样 有黑人 白人 黄人 东方人 西方人 有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等等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虽然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空气 大家不管什么人都需要这个呼吸 所以当然大家都说这个空气好 当然这个空气对我们来说 它是最根本 最重要的 所以相同的 现在每一尊佛都不相同 各个都有自己的名号 释迦摩尼佛 药师佛 披露则那佛等等的 但是现在诸佛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赞叹阿弥陀佛的 当然阿弥陀佛是最根本 最重要的 所以龙树菩萨在这个异形品 一大部分都是赞叹阿弥陀佛的 那这一段就讲到阿弥陀佛本愿 我们这个本愿两个字 好像现在的人很多人常常都误会 如果听到阿弥陀佛的本愿 有些人学佛 有些学佛很久的人 一听就以为说是日本的 听到本愿就以为是日本的 其实源头都是来自 这是释迦摩尼佛先开始讲的 好像我们刚才讲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还有药师佛本愿经 你看这些都是本愿 《无量寿经》也说 祈佛本愿力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说它每一尊佛都有的 它是代表每一尊佛的根本愿力 所以叫做本愿 所以这是佛讲的 哪里是我们日本讲的呢 那佛讲了 现在龙树菩萨继承 而且我们学佛的人 你不是说别人讲了 我们现在就不能讲 难道说你日本人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华人就不能念了吗 我们华人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 就学日本的 我们变成日本人了 佛法它是真理 只要经典作为依据的话 你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学 日本也好 非洲也好 韩国也好 美国也好 每一位众生都是可以学的 怎么可以说有这种分别呢 其实这样子就很奇怪 地藏菩萨的本愿 没有人说不对 要是佛的本愿 也没有人说不对 就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有人说不对 所以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明明全部都是佛所讲的 会有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呢 所以佛也说过 学佛你不要用自己的知见 用自己的知见 会导致佛法会偏调的 阿弥陀佛的本愿 明明是佛所讲的 但是就这样子偏调了 学佛还是要佛法的依据 有经典作为依据 你不管哪个国家的人都好 所以这是给大家说说 有些人对阿弥陀佛本愿 误解的根源 其实不是法门的错的 法门都有经典作为依据的 这些问题都是人搞出来的 那龙师佛上讲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称明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本愿称明 其实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解释 有些人曾经就问到 师父怎么只有讲念佛呢 怎么只有讲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你不讲其他的呢 第十九愿也讲到修诸功德 为什么没有提倡 所以呢 哎呀师父你只讲第十八愿念佛呢 是偏的 其实讲话之前 你要先看看自己所讲的 就是这句话呢 到底是听谁说的 如果说没有经典祖师作为依据的话 那你是自己的知见 我们看龙树菩萨呢 是直接提出阿弥陀佛的本愿 第十八愿 完全都没有提到要修诸功德 那我们想想看 难道龙树菩萨没有看过无量寿经吗 难道啊 龙树菩萨没有看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吗 那只有你看得对 龙树菩萨就看得不对 只有第十八愿是不对的 还要第十九愿修诸功德 那你是自己呢搞糊涂了 龙树菩萨讲的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第十八愿的念佛 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本怀 阿弥陀佛的心啊 要我们做的 哎呀我们念佛就是符合阿弥陀佛的本怀 就跟佛呢心心相应 就能够啊得到呢这个大利益 就好像呢这个父母呢对待孩子一样 哎呀这个妈妈呢现在把饭呢给煮好了 告诉孩子说 你吃我这个煮的饭菜呢就能够吃饱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吃了 当然妈妈就高兴了 孩子呢跟这个妈妈呢就是一条心 那如果说呢这个孩子一听了 就跟他跟妈妈说 哎呀妈妈我还是到外面呢 去买那些零食吃呢还是比较好 你这些食物你煮的我不要吃 哎呀那妈妈听了 为了不让呢这个孩子呢离开 就随顺这个孩子 但随顺了 但这个孩子呢毕竟不了解呢 妈妈的用心良苦 还要去吃那些零食不吃妈妈煮的菜 跟妈妈呢就有一层啊 我们讲的那种隔阂 这就是讲到啊是不是本怨的重要性 龙叔菩萨讲的念佛是阿弥陀佛的本怨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啊 是阿弥陀佛亲自成就的 就像啊这个好像是妈妈亲自炒的菜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其他的杂修 其他的修筑功德啊 他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成就的 也就是说我们念佛是符合阿弥陀佛的心意的 就像吃了妈妈煮给我们的菜一样 那你阿弥陀佛肯定就高兴了 我们跟佛呢是同一条心的 阿弥陀佛高兴 就能有呢我们讲的真正的感应道教 其他的杂心杂修呢来回向 不是专靠念佛的 那就等于说呢他不要妈妈的菜 去吃呢外面的那些零食 那跟妈妈来说就不是这么相应了 就杂修呢不听话是跟阿弥陀佛有隔阂的 所以我们看上老大师讲的 阿弥陀佛的佛光呢只有造啊 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 不造那些呢用杂修用功德来回向的人 杂修的人呢他是没有阿弥陀佛的佛光社区的 唯有念佛门光社当之本愿最为强 你看如果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念佛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佛号是阿弥陀佛亲自成就的 当然念佛才有这样子的利益 才能跟佛呢产生感应 所以说虽然讲刚才讲的你临时可以吃饱啊 就是说虽然说呢你功德也可以回向啊 但是毕竟呢不是妈妈的心意 就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效果呢就不怎么的好 首先第一个你就失去佛光的摄取了 龙兽菩萨讲的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 称名自归 如是啊就是本来如此的意思 就是说你只要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自然的能够归入阿弥陀佛的本愿海里面 他不用其他任何的造作的 就是一个念佛人就算他什么都不知道也好 阿弥陀佛都会出现来互念着他 因为这是一个真理事实 阿弥陀佛的本愿本来如此的 好像今天呢丢了一个球 你看这个球呢自然呢也掉在这个地上 这是地心盈利啊本来如是 有地心盈利 球这人就掉在这个地上 不用做其他的事情的 这个球呢他不用想说 哎呀我现在要掉在地上了 然后就掉在地上 这些都不用讲的 因为地心盈利呢本来如是 你丢出去啊肯定他是掉在地上的 所以念佛呢就是这样 因为龙兽菩萨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 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啊 念佛人只能得到阿弥陀佛互念的利益 这是一个真理 能够感应道教的 不用说呢你念佛回不回向的 所以我们历史上啊 王呆头念佛 你看他能够得到好处啊就是这个道理 王呆头啊他的头脑呢 我们讲的不好听他是智障的 就是呢自己呢照顾不好自己的 甚至呢人家给他钱啊他都不会算 各位啊我们人呢是最相信钱的 人类呢是最相信钱的 一个人再糊涂啊如果你跟他算钱的时候啊 头脑呢清醒一大半了 但是现在你看这位王呆头啊 他连钱呢都不会算 那真的就是不大正常的 头脑呢就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呢他连经书呢也不会看 人的话呢也听不大懂 每天呢就是人家叫他念佛 念佛的时候就打瞌睡 念不好就打瞌睡 结果呢是被人家呢一边打一边念佛的 逼着他念佛的 结果呢几年了以后啊 有一天晚上呢他突然就说了 他跟人家讲啊我明天呢就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 你看人家从来都没有告诉他 有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 他自己也没有看过阿弥陀经 但是他就是知道 结果真的王呆头呢这位王呆头啊 第二天呢就在这个山上啊就走了 就往生了 各位如果我们讲说哎呀你要回向啊 要这个功德那个功德啊 要懂很多的 那你想想看这位王呆头怎么能够成就呢 人家这一位啊可是被收进我们佛门的大藏经里面的 被古大德称为呢净土圣贤 就是净土中的圣人 当然呢因为现在到净土了 到净土呢就是成佛大圣人了 这位呆呆的王呆头啊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果说你要讲道理的话 就是龙树菩萨今天呢才能够解释得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 称名自归 王呆头做到的就是这个称名 他念佛呢是乱七八糟的 张开嘴巴呢就是念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些什么 有时候还念个打瞌睡 但是呢都不要紧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 他有称名有念佛自然的归到 阿弥陀佛的本愿海里面了 阿弥陀佛自然能够照顾他 不认识极乐世界没有关系啊 阿弥陀佛呢能够亲自把他带去 所以呢他最后就能够成就 所以各位啊听完这个故事呢 就知道啊以后在念佛会呢 念佛念到打瞌睡也不要紧了 在念佛会打瞌睡啊 还好过呢你在家里打瞌睡 在家里打瞌睡还没有佛号 在家里有佛号 当然打瞌睡归打瞌睡 但是也不要出声 要不然人家以为那猪跑进来了 那如果说呢 讲到这个杂修修诸功德的话 那就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不是如是 不是自然的 杂修的话它没有自然 它不能自然归入阿弥陀佛的本愿海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救济做好事就好了 救济做好事啊能够得到人天的福报 那这样子怎么可能能够感召阿弥陀佛呢 全世界啊包括西方国家的人 整天做好事捐血啊 救济啊保护动物等等的 那难道他们这样子做就能够感召阿弥陀佛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你修这个五戒十善也不能感召阿弥陀佛 好像在泰国的佛教讲的都是五戒十善 但是就没有人可以感召阿弥陀佛的 因为那些都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它不是自然能够感召阿弥陀佛的 所以讲杂修就不如念佛的方便 因为杂修是需要回向的 它跟阿弥陀佛呢本来就不是同一个频道 好像出家之前啊我是去印度留学读医的 我要听啊那些印度人讲话 真的是需要人家翻译 单单从他们身体的语言 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一般如果说你不大懂对方的语言 你大概呢点头摇头 还是可以猜到一点点 但是印度人就很难猜 为什么呢 因为你问他对不对 如果说答案不对的他们就摇头 那如果说答案是对的 他们也跟着摇头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对不对的都给我摇头的 所以有时候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就是说你语言不通啊 就需要人家给我们翻译 所以杂修就是这样 因为杂修它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讲得白话一点 它不是阿弥陀佛的语言 杂修跟阿弥陀佛不是同一个频道的 阿弥陀佛不可能因为他救济做好事 就突然跑出来的 因为他不是同一个频道 所以这些人 杂修人就需要回向 就好像把语言翻译到阿弥陀佛 听得懂的语言才能感到阿弥陀佛 那这样就难了 因为我们讲的 翻译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功夫的 你翻译的不对 对方还是听不懂的 就是说你回向不如法的话 那还是没有办法感到阿弥陀佛的 你看杂修回向的时候 真的像这个图案一样 要自诚 要恳切 要真实 要求的 杂修回向就是这样 因为它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不是阿弥陀佛的频道 你真的是要奴隶奴隶奴隶的回向 不能说随随便便的 念个回向词就可以了 那你这样子的话 杂修真的就太难了 但是念佛就不一样 念佛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阿弥陀佛的频道 是阿弥陀佛的语言 所以一念你就接上去了 阿弥陀佛就听得懂了 回不回向也一样 你不懂的人念也好 阿弥陀佛照样就懂 王呆头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他是不懂的 他什么都不懂的 但是他念佛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阿弥陀佛就来了 所以山导大师说 念佛人是得生 他不是求生的 他是得到了 不是求来的 得生了 阿弥陀佛也是应声而现 阿弥陀佛听到佛号的声音 他就出现了 各位我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这个王呆头 不是念阿弥陀佛的 整天去个人家 食垃圾 那你这样子 能够感受阿弥陀佛吗 当然是不行的 但是他念佛就行 所以像有些老菩萨 就说 念佛 几十年前 几十年以来 一直偏头痛 但是念佛了以后 头痛就消失了 但是这样子 老菩萨也分不清 神 佛 到底有什么不同 阿弥陀佛是谁搞不知道 但是念佛 就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利益 所以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很显然 念佛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念佛就感到阿弥陀佛最直接的方式 他是直通阿弥陀佛的 所以这就是今天主要 我们是要学习到的 龙树菩萨告诉我们 称佛的名号 称佛念佛跟人的名号是不一样的 念佛就像叫人家的名 阿弥陀佛像叫黄小花的名一样 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这是佛的名号 就有功德利益 跟我们凡夫的名是不一样的 这么多尊佛里面 唯有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赞叹的 唯有念佛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本愿就是根本的愿力 最根本最核心最重要的 其他佛的本愿都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讲到念佛是阿弥陀佛唯一的本愿 本愿就是跟佛直接 我们讲的最直接的这种相应的方式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相应 就是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修诸功德回下杂修 他是不相应的 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感召阿弥陀佛的 不像念佛 你念佛你念佛的当下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所以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一句念阿弥陀佛就化解了 这就是道理 但是杂修不是的 杂修没有办法的 根本来说就是因为念佛才是佛的本愿 不是那些杂修 所以今天 龙树菩萨的异行品 就先讲到这里 各位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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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